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蘇蛇 今天很開心能夠聽到姜濤903的一個訪問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我和蘇媽一起看著手機 一起去看,一起去開心去笑 你看到整個過程中,姜濤也很輕鬆,很開心 我想姜濤們也可以藉著這個訪問一解雙屍之苦 除了掛著她的舞台演出之外 也希望能夠看到她生活的一些片段 而今次雖然因為爆風球的關係,不能夠去到903那裡做一個訪問 但蔡翁失馬又焉絲飛腹,能夠看到姜濤的影像 在IG上能夠看到,我相信都是令到大家很開心 而且很有趣的,整個訪問裡面也很搞笑 不停整理自己的頭髮,好像阿鑑上身 又抱著阿鑑,又加上淚鏡,大眼仔 很可愛,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有看到剛才的直播訪問 應該都是帶著一種開心去繼續工作 或者繼續過今日的生活 姜濤在訪問過程中,也有提到張繼聰前輩 說演唱會需要一首這樣的歌 於是便選了一個Every single time 的展示 這首歌當她一聽的時候,也令到姜濤立刻想起了帽子 以及一支麥克風 我覺得這是一個真是靈感 當你一聽那個音樂,你覺得這首音樂就是這一首 和你腦裡想的音樂很相近 而且立即有一個影像出現,就是頂帽子和麥克風 即是說這首歌應該都是屬於她 姜濤也有提到,拍廣告而認識 馮德倫導演,在姜濤的口中形容為馮德倫老師 你看到他形容張繼聰,又用前輩 他形容馮德,又用老師 這是一個很尊重的表現 以及一個很謙虛的態度 所謂見微知著,從他的用字 其實你都能夠感受得到 姜濤也提到,打球的人都是好人 未必的,我想大部分都是很單純的 對了,我回到香港,可不可以在球場碰一下他 和他打回一場球 繼續說說 拍攝廣告裏面,姜濤也看到他和馮德都很開心 也促成了這次拍MV的合作 而在過程裏面,姜濤也很好 他讓馮德主導整件事 因為姜濤自己覺得,可能有時想法都會有一定的局限性 就變成了,在馮德設的一個框架底下 只是在框架裡加入一些小點子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絕對尊重對方的藝術設計表現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也是抵贊的 姜濤也在拍MV的時候,也知道這位CAMMAN是很有經驗的CAMMAN 所以對他充滿無比的信心 DJ就問他,拍MV之前有沒有什麼預備 姜濤就提到 其實是自己去請一些台灣的朋友 去拍攝這個幕後花絮 讓更多人知道整個過程 意思是整個想法並不是公司主導 而是他有這樣的想法 於是就立即去行動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我想除了留了好的記錄之外 美好的回憶之外 就是因為姜濤知道 大家都有興趣知道 知道整個MV拍攝的過程 當然 這是一個很窩心的表現 看到姜濤很關心一眾姜濤們的心靈需要 姜濤也有描述到使用道具的困難 也都可能很擔心 日後演出的時候 那頂帽子是否真的接得住 那支麥克風是否都可以這麼應付治愈 但他想的就是 都不可以太過擔心這些事情 反而就是很想去踏出自己的舒適區 去挑戰一下自己 我覺得藝術就是這樣 當你去吃老本 當你很pay safe的時候 就沒有一些新的東西出現 而他願意去做這件事 亦都不會因為將來是否能夠在現場做到 而限制了自己的那種想法 我覺得這個抵贊 馮道亦都給了一些現場的時候 給了一些拍攝的指示 經常問姜濤 你覺得這個鏡頭拍得ok不ok呢 你自己滿意呢 反而姜濤很多時候都要求 可能拍多幾剔 就是那個舞蹈的環節 這件事我覺得是姜濤對自己的要求 可能馮道 即是姜濤拍完一剔之後 其實馮道都覺得阿傑很好 但一個演員或者一個歌手 他願意說不如不要緊 再跳多一次 那個dances 或者是他自己都不嫌辛苦 而是願意給多幾個選擇導演去選擇 我覺得這個工作態度 真的不是只做了那件事 亦都希望能夠做好那件事 姜濤也都形容到林永謙 是一個很有默契的夥伴關係 亦都看著姜濤入行 亦都很熟悉自己 之前好得太過分 而且這首歌都覺得 完全是填出他的心聲 所以亦都希望將來 林永謙和姜濤有更多的合作 很希望能夠聽到 林永謙所填的詞 因為他很熟悉姜濤 姜濤也都在歌曲裡 加入了一個女聲 上年演唱會裡 你是聽不到女聲 你是不會見到 有這種特別的效果 但這個阿Dae的聲音 真的挺配合整個MV的歌曲主題 一個男孩只為了一個女神 而神魂顛倒 全世界都沒有 只是這個女生 我覺得這個加入聲音的設計 是一個神來之筆 所以很有趣 有時候靈感說來就真的來 但來了之後 你會不會去做出來 變成有今天這樣的效果 之後就有說 現場有位女神的探班 雖然姜濤沒有說到是哪一個 但從很多他所說的說話 能夠推斷出來 應該都是舒奇 這個女神的出現 也都令到整個製作團隊很驚喜 講一下錄音情況 錄音情況就是演唱會過了之後 有些新的想法 姜濤完成演唱會之後 她發覺這首歌可以加一些東西 可以做多一些東西 可以令到它變得更加好 於是就加入了女聲 加入了帽子的使用 扔帽子接著那一刻 麥斯丁的使用 然後有一個新的想法的時候 就做了出來 而這次大家相信 都覺得她的所謂 Modify 是做得更加理想 令到整件事更加 complete 姜濤也描述到 在台灣學跳舞的時候 大概一日半左右 對於她來說 很大挑戰 因為團哥或十二個人跳的時候 都叫做大家一起分擔一下 但一個人用1.5日時間去學整個舞 是真的不容易 卻出來有這麼好的效果 所以很感謝大木老師 很感謝一眾的舞蹈員 也要多謝姜濤 他這麼努力去學好這首舞 以至能夠拍攝到這個MV DJ也問她 接下來會往什麼 姜濤也答說 準備團歌 準備拍MV 也已經拍了小組的歌曲 這件事顯示姜濤很有團運 有的不僅是自己 因為這次訪問很明顯是一個 就是姜濤一個 但在她的訪問裡 她也要帶出MIRROR 接下來有些不同的作品 或者小組的歌曲面世 這個其實不一定要這麼說 或者縱然她有這麼做 整個MIRROR的團隊 或者小組有這麼做 她也不一定要去幫MIRROR宣傳 雖然她是MIRROR其中一份子 但你看到裡面很純粹地 沒有想那麼多事情 沒有計算那麼多事情 也反映到她很有團魂 所以值得欣賞 《個人十七胎》又如何? 姜濤也說了很多想法 會繼續選擇一些展示 會令大家意想不到 姜濤問會不會有現場演出這個 每一個時間 姜濤就說希望有 還有其實國語歌曲又如何? 姜濤也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好像阿鑑上身一樣 她就說已經穩定一些展示 也流露說 其實也是等公司再進一步安排 姜濤也說之後的歌曲就會較為輕鬆 也問到會不會有專輯? 姜濤就說希望有 也是等待公司公布 我猜都很大機會有 大家真的拭目以待 到最後就是 剛才你聽完我 很簡單地複述整個訪問的過程 但裡面我也特別描述了很多事情 譬如她那種單純、純粹 訪問的時候那種直接、坦率 還有有團魂 也都流露出在她的過程裡 不停挑戰自己 希望能夠對自己有所要求 去踏出自己的安舒區 有新的想法 也都可以實行出來 有很多事情已經做了 但她希望能夠更加進一步 於是就特別請台灣的朋友 去拍攝 背後的花絮 從這些間接的描寫裡面 你都看到這位歌手 真的很尊重自己的事業 很用心去對待自己的事業 怎麼不能夠不支持呢 當然我也希望有少許的建議 給她以及製作團隊 即是她的公司 就是可以考慮將來 如果有一些這樣的訪問過程裡面 可以為姜濤添置一些 比較好的收音 以整個過程裡面 能夠不要浪費了 我覺得公司其實不太貴 一千多元 可能已經一支收音不錯的咪 也可以幫助到她的推廣 第二就是可以挖一挖戒 訪問之前也可以跟姜濤溝通一下 例如說 接下來的小祖哥可以說 或是郭宇哥可以說的內容是什麼 否則姜濤每次都不知道公司 可以不讓她說話的時候 可能就比較尷尬 真的很尷尬 而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想王后的團隊公司 其實可以做多一點 令整件事理想得更加好 我不知道大家的建議 大家同不同意 到最後 姜濤就說 可能今天下午都會在家裡休息 靜修 亦都思考一下之後的作品 我都以此期待 他之後的新作品去面世 還有一個小小的觀察 我不知道我是否聽錯了 我發覺在電台播放的每次的版本 整個音樂的節奏是快了一些 我想快了15%至20%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聽錯 如果我聽錯的話 你告訴我 或者也鼓勵你 有這個好奇心 去聽聽MV的版本 以及903所播放的版本 會不會有什麼不同 或者跟演唱會的版本有什麼不同 這個開心的大發言 就留待你去發言 今天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去聆聽這段分享 我是蘇Sir 有機會再見 拜拜